罵爆ATV恭喜私勇,明哥說 很可恥,怎麼會是新聞節目 是否不夠中立 那個叫不中立 那個是超級偏極 那個是一個虛構的神話 明哥一點都不誇張 前晚的ATV焦點將香港分成 一股是建設的力量 另一股是破壞的力量 中華學問思潮是破壞派的一隻政治棋子 用完即棄 很可恥 他們看了那個國民教育 那個指引太強烈 他們瘋了 那個是一個公器 不可以濫用這個公器 我說會去廣管局投訴 昨天一起出席雜誌活動的阿翠 都不惹事 他們說一樣罵爆 電視台應該是要中立一點的 我覺得做傳媒 尤其是你電視是免費電視台 更加應該 小心自己說的話 有沒有傷害人 其實最刺激的是張敬軒 他在Instagram說 既然都做了 不爭在 直日器停止所有ATV通告 車錢有錢欺負賣 正啊 網民說這些才叫香港人 那麼 那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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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